嗨,大家好,我是八美炸鸡 相信大家都吃过吧 你瞧不起谁呢 但今天我准备来做的这个炸鸡 你们真的不一定吃过 它是一个东南亚的小吃 叫做香茅炸鸡 香茅的香气我真的很喜欢 很多奶茶店最近好像也出了一些 带香茅的那种饮料或者茶 所以茶百道最近新出了一个叫 什么什么什么茶 我最早吃到这个香茅炸鸡呢 是在一家东南亚的餐厅里 一盘炸鸡 然后配上一碗东英功汤 是不是想想都感觉要流口水了 那今天我们就来做香茅炸鸡 这就是我买来的新鲜香茅 也叫柠檬草 可别说什么买不到劝退 这个网上可多了 几块钱就能买一大把 处理的时候只要把这外面的两片剥掉就可以了 你们问,可香了 这个香茅头尾都不要 只要中间那一段 你们有没有玩过这个 然后把它们切成段 再准备一些干葱头 也切成片 我正瞅这一期没有两个圆圆的东西呢 这不就来了吗 这是泰国的南姜 切几片就好了 鸡肉的部分呢 我用的是去皮带骨的鸡腿肉 这种就比直接买鸡腿回来处理更方便一些 店里面的呢 我观察过 它用的是小鸡胸肉 我自己感觉吃起来会有一点柴 尤其是放凉了以后 所以我换成了这个鸡腿肉 鸡腿肉上面会有一点点肥 然后带皮炸起来会更香 我真的超喜欢吃鸡皮 你们喜欢吃鸡皮吗 喜欢吃鸡皮的就是一家人了 再用这个香茅把它串起来 先用筷子炸几个洞 把这个头给它剪的尖一点 皮呢 好难啊 先要把鸡腿肉来腌制一下 老规矩必不可少的浓盐水 感觉手指也变嫩了呢 再把切好的香料放进去 放几块大蒜 再放几片清零 腌制两个小时以上 把这个蒂头也放进去 别浪费了 香茅加清零 用来泡气泡水也很好喝 腌好的鸡肉拿出来 加一些糖 酱油 蚝油 还有一些米酒 咖喱粉 再加一勺刚才腌鸡腿用的那个香料盐水 等等 你不会已经把那个水倒了吧 往里面加一些低筋面粉 抓匀就好了 放在一边 现在来准备裹粉 裹粉很简单 红薯淀粉里面加一点点低筋面粉 再加一些咖喱粉和泡打粉 搅拌均匀 再让这个鸡肉表面 薄薄的沾上一层裹粉就可以了 现在就准备开始炸了 第一次炸 油温160度 炸差不多10分钟左右 这一次主要是要把鸡肉炸熟 炸到表面这样有一点点金黄就可以了 在第二次油炸之前要先晾凉一些 继续来把炸鸡复炸一次 现在把油温升高到190度 复炸也很快的 炸到这样表面是你喜欢的金黄酥脆 就搞定了 所有的鸡都炸好了 炸鸡完成 还有一个菇在这里冒充蛤蜊肉 这个杆子都已经炸酥了 这个已经可以抽出来了 有很浓的那个香茅的味道 来尝一下 我觉得我做的比店里的好吃 不过可能是因为我用的鸡腿 鸡腿 不过可能是因为我用的鸡腿肉 店里用的是鸡礼鸡 鸡腿肉肯定要比鸡礼鸡香一些 对不对 哇听这声音 因为那个鸡腿肉的外面有一层鸡皮 就像原味鸡的鸡皮一样 已经被炸的很酥了 因为有这个香茅的加持 所以它会有比一般的炸鸡更多一点的风味 哇 我真的很喜欢喝多因公汤 有没有跟我一样很喜欢喝多因公汤的 弹幕里扣个1 好像做的这个翻甜酱 这番茄酱它味道是甜口的 不是市场上那种番茄酱是酸酸的那种 也可能是因为我这笔番茄本身就很甜 腌制这个炸鸡的时候 除了香茅 还用了一些南姜 也是一种香气特别明显的香料 所以这个炸鸡吃起来还是挺不一样的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试一下 剩下留到晚上再吃吧 好那这期香茅炸鸡 希望大家喜欢 然后看的开心 记得帮我点赞投币 转发收藏 谢谢大家支持 我们下期见 拜拜